從前他捕捉患人 現在他是海田捕手 那平常我們想知道說 他平日裡在平地上 到底怎麼樣捕捉他的人生 到了海上 他又捕些什麼 我們實在很好奇 很好奇 稍微農產生 回事 我位加油 畢心仰 叫楊榮高 今年61歲 是澎湖人 以前是幹警察 也曾經從警員巡官還有組長 到護婚機長到警察級秘書 當秘書的時候就退休了 在我記憶當中 這公屋是個很漂亮的地方 站在任何個角度你都可以看到海 我小的時候就對海就特別有獨鍾 記得是我小五年級的時候 看到我那個叔叔他們的孩子 都可以去海上釣魚 我也很羨慕 一種很強烈心要去海上釣魚 我們在那裡釣魚不是說 釣魚算的不是這樣 釣魚先換先換 因為我們家裡以前全部有16個人 所以吃飯的時候 我如果去釣魚 我們家裡就不用買魚 算我這次去都釣魚 吃白骨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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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片二十二十歲才對台灣來了 高中畢業了 你釣魚本來的這次 我自小孩子很大的興趣 對海也很興趣 鐵魚是你另外一種工作的結束 也是另外一種工作的開始 你如果說鐵魚就都... 就腳趁在那裡 別人一個都沒有用的人 可以去釣魚 還可以完成你的訓趣 你看我都補貼家用 那盒都過了 我是很喜歡畫畫 我看到以前看到國畫 我就很嚮往很喜歡 當初在旁邊因為 沒有 說那麼謹慕 沒有人要拔 沒有人要拔 以前都要用先祖的國畫 還有我用廚法組 我也想畫 我一定要先祖才會畫 要做什麼東西 做什麼事情 我教小朋友也是這樣 大人、小人的 後面國中的 甚至大人 幼稚班在大班 我是個警察 教畫畫有人要來寫 我也不打廣告 也不什麼 通通沒有啊 你要很誠心誠意 誰會教 我說的 也許在日本上 我從來沒有說 給孩子說要補習會 沒有 你有困難 我要跟你幫忙 我不是在這裡說 很痛的 可能是這樣 結果我是多的嘛 我跟教過去 有一點收入 那是雞啊 不是好啊 你如果沒法 就算了 沒關係啦 你如果家庭困難 我也會到三天 就是這樣 我自己安排一個時間 我初步的想法 我才會把媽媽去害身 才會到我六十五歲 到六十五歲 也許六十五歲以後啊 我就比較不想再去補牙啦 我開始要來畫畫 寫毛筆詞 還有說 甚至我家什麼沒有 就是毛筆很多 我開始來買毛筆 我開始去 那一樣 甚至把我們朋友的特產 可以放在車上 倒數走 倒數賣 倒數走 倒數賣 倒數玩 因為我過去都沒有出頭 沒有意思 我懲罰阿里山都沒有去過 我懲罰牙山我就沒有去過 我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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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帶我們原器 臺美少的觀眾朋友 要快樂來出門了 我們歡迎我們洋農告 洋大哥 洋警官好 主持人大家好 妳好 跟觀眾朋友問個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是怎樣要聊 我懲罰 這有什麼原因嗎 有啦 小時候我懲罰的時候 都是有懲罰 懲罰 等一下 妳哪裡的人 我懲罰 懲罰 所以懲罰意思 大家都可以聊 差不多 不一定 我們同學可以聊 沒幾個說真的 所以這跟家裡也有關係 跟家裡說以前小時候會聊 是 你說在做什麼工作 我們家是打酒 所以我可以撿門牌 我可以打門牌 打酒怎麼跑去聊 打酒只有懲罰 那有什麼什麼 文石 文鳥 文鳥 那是我們 那裡有一個多數 再比較有出產這個東西 所以妳只在打酒 另外就是有時候還會抓魚 對 抓魚 是怎麼會花一些時間 還會抓魚 做孩子 做孩子 以前 以前寒書家 禮拜日 我以前在騙我 我真的要告訴妳 妳不可思議 明天就要月考 拜六禮拜 也是在抓魚 為什麼 也是在抓魚 這就在月考教課 有必要性嗎 有必要性 真的 就是一方面是真的興趣 一方面房子 其實房間也需要我們做 抓魚就是說 可以有菜可以吃 不是 貼府家用 不是去玩的 貼府家用 貼府家用 我很會抓 我會抓 我們家裡就不用買魚 我們兄弟姐妹 有十六個人一起吃飯 兄弟姐妹有十六個人一起吃 對 做得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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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開銷就要吃大 吃下去 只要菜錢 沒菜 我們阿嫂就說 我們去抓魚 我們家裡的鍋子 可以洗邊邊 不用說 洗邊邊 等妳的魚回來就對了 對 這樣意思就是說很會抓 對 我很會抓 我以前嗎 我們剛才來的小孩 我只要拜三名來就對了 對 抓魚沒那麼簡單 我那時候也經常跟我們 那時候也不結婚 跟我們老闆去抓魚 經常都抓沒有 抓幾步都沒辦法抓 完全我們都抓煮魚 有啦 你就抓到 大家的老闆抓起來了 對 不知道他抓我 我抓魚 就是說 聽說你做巡關的時候 就開始就在抓魚 譬如說如果休假的時候 你就去抓魚 那是警察 警察開始關海棋 警察開始關海棋的時候 我的同事下去拍海棋 他一生無奈 三生真的無奈 因為他們去那個房間 很枯燥無畏 聽到沒有 他覺得枯燥無畏 我是覺得說 喔 這樣 又覺得很好 直送 那些小孩就很害怕 那警察是海棋在關的嗎 後來警察有 本來是警總 後來在警察 然後在海巡 在海巡 這不是外洋抓魚 台灣沒有 台灣是警察 但是我們同事說 有的人來我們七頭來 我們算了 我們那裡抓魚 好啊 好啊 我找去 去找我們董事 開始 我練習找說 十五坑 台南縣七谷鄉 三谷村 十五坑 二號水門那個地方 那個環境很適合我 這樣 我們開始去那裡算 算二十年 二十年 所以放假子都去就對了 對 如果釣魚的時候 釣回來 釣桌還是釣桌 釣桌 以前我爬在冰箱 爬四五十斤 不可以釣這麼多 我們沒有釣桌 放那些釣魚 會釣桌 所以你真的釣魚 真的釣魚 真的釣魚 那裡有釣魚嗎 對 在台灣近那個朋友 這個移民朋友 近年釣魚 釣魚簡單還是不簡單 要什麼交易 釣魚 釣魚如果有臭骨神經的人 覺得腰菌不好的人 釣魚會改善 不是更嚴重嗎 是會改善 真的 我就是 本身就是這樣 我以前當 在練柔道的時候 兼車 兼那個 我個子比較小 都兼那個比較大的個子 第一次還好 第二次還好 第三次就受傷了 受傷了 到要去釣魚 真的有改善很多 真的有改善很多 我其他同事朋友 也都是有這個感覺 有的去做主管 在海基做主管的人 練了他以前也會有毛病 然後他也釣魚 他也覺得 覺得有改善 改善很多 又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楊大哥 這釣魚 這當中也很帥氣 做男主人 對 你還在鴻台廳 我也在趴 鴻台廳 很大很大 也是這樣趴就對了 趴沒趴這樓 我以前整個兩天 兩天都沒回家 你沒煩惱到要死 沒有啦 慣慣 我以前也念兩過頭 說也說過頭 我乾脆就不要抓 不要說 你自己就回家 我乾脆就對了 所以這魚在漁貨 自己吃以外 還可以賣嗎 還可以 過去我現在抓到魚回來 待會我們處理 我們早上去處理 有時候我們店也幫我賣 有時候他賣 他賣都不知道 鴻台多少 鴻台賣 鴻台賣 兩個人賣 也賣得很開心 因為燙了 燙了 對 你說的 燙了 還沒辦法賣 我貸魚之後 我貸魚之後 一次我店就算說 他腳痛賣 我都給我自己賣 我自己賣 我自己賣 譬如說 換米他說換米 過去我們家的人賣一斤 百塊 百二塊 我賣兩百塊 他說 你有說不對嗎 以前我都賣百二塊 百三塊就有了 再賣我兩百塊 我賣兩百塊 算少了 所以你介紹 他賣的錢五三百 所以你說的 退休以後是不是 他以前是放假子 這裡去釣魚 這裡去賣魚 現在退休以後 每天去嗎 每天都去嗎 每天都去 每天都去 對 漁獲越來越多 每天都要賣 現在漁獲量比較少 因為過去二十年前 你鴻比較多 比較有魚人鴻 因為鴻人也比較不太多 現在經濟比較不好 很多人都沒工作 很多人也都會鴻魚 現在漁獲量會減少 當然啦 汙染 還有人鴻之後 這當然漁獲量是越來越少 淨海漁獲量 漁獲 漁獲因為原來都很多漁獲 漁獲是合法性的 漁獲量 漁獲量 就要洗蝦 什麼都漁獲量 很多的漁獲都漁獲 就漁獲 漁獲 漁獲你沒有漁獲 哪有大尾 就是那個網泰漁 對不對 那人有一個洗蝦蝦 漁獲都漁獲 因為漁獲 漁獲也沒辦法回家養殖 因為漁獲 漁獲的 漁獲的漁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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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獲都是漁獲 漁獲的漁獲 漁獲那個漁獲 漁獲的漁獲 漁獲的漁獲 漁獲得漁獲 他很小 所以 這麼小 rectangle 其實有的專家說 第一 汙染 那是真的 這是我們最先 頭魚 還是好 毒魚 炸魚 我當時都看過這個 這是西中平常的事 但是你覺得說 因為這是違法的事情 你要毒魚還是炸魚 這是違法 不是很多人敢做 聽到沒有 但是你再看就是 不好當中的合法 可是也要注意一下就對了 結果不是 這些事業都可以做 聽到說你也很會忙蝦子 蝦子也有 要蝦子是不是 對 聽到說蝦子忙很多 我要上去現場蝦子 我就去忙蝦子 很厲害 你如果要忙蝦就忙蝦 忙蝦就忙蝦 怎麼那麼厲害 那些地方有 魚群聚集的是 這屬於獵蝦子的地方 再去獵蝦子 不是說蝦子的地方沒有蝦子 是比較少一隻 那些地方有蝦子 比較少一隻 聽說你現在退休生活 還有很精采的一些計畫 對不對 你要怎麼說 就是你通常都去抓蝦子 我們先說你的蝦子 我都去七高雄三國阿川 三國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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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的股 三國阿川 那裡有一個二號水門 二號水門 叫十五坑 通常一般的人都說十五坑 那就是台南館 那就是台南館在居散七含塑 台南館居散七含塑的旁邊 差不多離開 離開差不多一兩公里而已 兩兩公里而已 我跟你說 你放魚狗魚 還拿去賣 對 我們有的 拜祢說你是以前做警察 或是警官 有什麼感覺 不會 我賣魚我也有一個原則 對 你困難了 我會鑑給你 你如果老人去賣 我都會鑑給你 那就對了 算得太太多了 對 算得太太多了 對 算得太多了 你如果要買魚 你比較不會蘿蝦 我會自動就鑑給你 我不用你去 你說我就自動會鑑給你 你平時會鑑給你 你如果說太蘿蝦 我不賣嘛 那有什麼關係 我不靠賣魚也可以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希望我給他送比較多 希望我賣魚 對 我屬於就是這樣 以前有時候 在做警察的時候 人家有什麼事情 有家修有什麼事情 我說 你不用請民意代表 什麼來講 我能夠給你方便 到一個程度 我就會給你方便 我也不會說 你就要來接受什麼 頭弄不必 你不用跟人家來講 這個楊警官就是怎麼樣 他人在公門好休息 他正在一個好警察 不是 本來就是要這樣做 這樣做 因為以前我過去 過了一天我兄哥做兵 放家中的兵 我們要發授主管 再去競爭給你 不是說他是投兵 結果以前 以前都有尋尾 我媽媽他學了 這樣去 拜託我們那船長 拜託我們那船長 還叫我們阿姨來 去公正公公 之後那船長去 再說 也沒有什麼事 最多了不起說 我現在做警察 很了不起說 你回來了 你如果沒有補兵 也要補兵好複口 那也不用 他也沒有犯什麼 不對 做小孩看起來 我感覺感觸很深 所以我這船長 我就能夠給他們 就是 碎晨的時候看到 有些警察要找麻煩 還是要找麻煩 所以你做警察的時候 就是會給人家方便 在許可範圍的話 方便 我們在這個地方也要呼籲 我們所有的警察同仁 那個人犯 當然是要有尊嚴 是要有尊嚴 我們看 有的我們犯人 犯那人大 又要強勢 躲在那裡扁得這樣 有嗎 那我們看 我們有時候 帶進來的人犯 什麼有嗎 對不對 大小小 口大小小 真的要 要相親彼親 人家說有錢有錢 有錢有錢 有錢有錢 比較大的人 你們就都怕 要一視同仁 對不對 老肉無助 或者說家裡真的好 你們就 電腦要幫助 比較熟就對了 這條 這條 稅金不夠 就要跟人家 求紙納金 六月三月沒有 但他們全部來 對 所以這種警察要比較多 人民會比較愉快一點 很多便宜 很多便宜 什麼我都不知道 你剛才退休很高興 我做五十五歲 這我有做就好了 做三十幾檔 對不對 公務人家幹三十五年 就是期滿 聽說你抓魚蟒魚 你準備要抓到差不多六十五歲 我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六十五歲 那時候拿來就比較壞蛋撥 不一定 你知道 我知道 要來這裡上節目之前 我也會四十五點去抓 晚上十十五點才回去 這樣有時候抓多少 我剛才抓兩隻蟹 剛才抓兩隻蟹 剛才抓兩隻蟹蟹 裡面各有兩條草蝦都很大 還抓到十一隻 十一隻蟹蟹 我說你也送給人 拿回來吃 我想說 哇 蟹蟹蟹 這樣才會好 其實現在人家都錯誤了 你要有吃那個有鈣質的魚 你就要有刺激 你在烤的湯 烤的 第一遍 我都說你魚不能吃 一遍就特殼了 你第一遍滾 滾一下 滾一下這樣吃湯 第一遍你可以加水 再烤得更久 烤得更好 烤得更好 有那個鈣質 這樣鈣質烤得出來 對 你也要打算 這對觀眾朋友很重要 對 這個蟹蟹我告訴你 我現在給人的蟹蟹 是真的牽去鴨生 我自己打的 我剛才沒去買 我自己打的 我告訴你 蟹蟹的時候 如果真的鴨生 你蟹蟹頭會不會 你一隻蟹蟹蟹裡面 蝦醬 蟹醬 蟹醬 很乾淨 很乾淨 就算有甘甜 是 甘甜 如果我們家的 是真的 就算這樣 蟹蟹 蟹蟹 一文錢一文錢 一文錢 對不對 你毛病人這麼多 毛病 我以前就跟一個 比裝的人 刀三天 他就生我困難 都找到找到 我就買 再賣一買 聽說買四十萬的新台幣 差不多四十萬 所以他不但 不但給人家方便 做警察的時候 不但給人家方便 剛才人睡覺的時候 他也幫忙 只有毛病買四十萬 所以你說 你要做吉普賽商人 對 對 那為什麼有這種事 我是說 以後我來買毛病 和一些朋友的特產 尋找我圍杜 對 你圍杜 所以你以前 以前就是 捏魚 蟒魚 還圍杜對不對 對 這圍杜 有的 譬如我們同事 去拍攝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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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來我也可以幫忙 因為我 你也幫忙 我幫忙 我幫忙很多同事 他都扣到警察 這個吉普賽什麼東西 好像發靈動 對 我說他做人很好 吉普賽 他還替人補薪 免費補薪 如果要扣警察 他跟人家說怎麼扣 英文怎麼扣 小孩說要圍杜 也來這裡學 就對了 所以你以前就開一些 畫畫的一個工作室 高尼 工作室才叫高尼 高尼 所以你無私自通 沒有 我從來沒有學 我想人 要不要說你 緊張學的 緊張做一間學 我說我就是沒有了 所以我有一個新年 我女兒有把它完成 我以前高中畢業 也想說能夠考美術師 我不會考 後來看到我女兒 他在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師 所以說我好想我大成 替你完成 你沒有完成那個問題 你都遺傳到你的畫畫 我們家的小孩 大小孩 大家都經常學到 都有得到很大的獎 這跟遺傳的關係 跟遺傳的關係 真的 這百度這樣學多久 我學差不多兩天 兩天 我也是不一定 說有專心一天下去 都幾天下去 所以你家裡還有一個畫畫工作室 現在你的女兒在自己搗三天 因為藝大比拼不住 聽到三個小孩都有藝術天分 對 所以這樣也很好 包括孫子也這麼好 孫子也這麼好 孫子也這麼好 這樣就是有時候去忙魚 有時候去抓魚 我以前做警察校園的時候 我學到購人 學到購人 因為我們的小孩 我的小朋友 我的大小孩 如果人家買魚畫 我就買魚畫賣 中間人家買國畫 我就買國畫賣 就是這樣 以前有時候 很辛苦 就是這樣 小孩有了 所以這些嗜好興趣 也有幫你賺到一些 譬如說多的生活補助金 好過一點 對 講到畫呢 我們楊警官 我看你 畫已經來了 畫市已經經營了九年 你自己畫多久 我 我以前 所以很大要畫 所以在 真正圓夢 那時候我開始做警察 那時候賺錢了 賺錢了 賺錢了 我就開始 畫筆 畫圓料 畫紙 對... 開始畫這樣 所以以前貧窮 連筆 連紙也畫不起來 我真的說是 他那時候準備 要畫國畫 說沒有紙 他用塗畫紙的畫 他說青菜紙就畫 所以你平常 你現在哪有時間想畫 就去忙魚去抓魚 對啦 我現在比較65歲以後 我就想說 我又回來要畫 要營餅 所以現在畫的時間 比較少就對了 比較少 你畫的什麼花 我本來是要畫牡丹花 但是因為這個 沒有支撐 沒有支撐 沒有支撐比較難畫 還會怕 我講 我就畫得很快 那時間不夠 不管那什麼花 就是 不管那什麼牡丹花 少要花 不管就是一個花 對 就是這樣 所以你平常 平常的題材是 畫什麼東西 我都無所不畫 無所不畫 民俗的東西也畫 對 民俗的 山水也畫 我也一直 花鳥也畫 對 都畫 我鼓勵我女兒 跟小朋友 把一些傳統的 傳統的東西 都把它畫下來 教小朋友畫 例如說 雞王鎮仔圖 祥師獻銳的圖 或是說 多子 多孫 多福氣 我很喜歡傳統 無所不可入畫 對 無所不可入師 我根本這樣是對的 題材很多 可以在家裡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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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牡丹花 不像牡丹花 那才是好的花 對 沒有用心最好 像我們的楊警官 你看他自己剛剛 很快的畫的一個畫 就是花草 這個花 所以你的退休生活 非常地充實 又可以廢話 又可以捕 捕魚 釣魚 而且準備去做 擠捕賽的商人 可以說很充實 觀眾朋友 退休要及早規劃 不是說退下來 然後都完全 突然就蒙蒙飄飄 可以從以前的興趣 裡面去尋找你 從你的興趣 可以變成你事業的第二春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 楊警官 所以我想很多朋友 也要請教你說 怎麼樣捏魚 蟲魚 另外說 外圖 如果你要帶去那裡 帶去那裡蟲 蟲蟲 現在你的興趣 可以變成你的 第二個職業對不對 而且他這個人生的 這個第二春 非常精彩 人家說是黃金的人生下半場 我想觀眾朋友 我們退休其實 不是我們人生的結束 那我們一個長久的工作 結束以後 其實可以發展另外一段 非常充實的人生 因為退休年齡這麼年輕 60歲 55歲到65歲之間退休 其實平均壽命 可以活到80歲 所以大家一定好好規劃 我們往後的人生 謝謝來賓 今天會這樣 謝謝楊大哥